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点视频 陈俊新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陈俊新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俊新师傅 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做齐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搜寻陈俊新三个字 就可以找到师傅更多的影片和资料 记得记得 还要是师傅已经推出了 2023贵卖年十二生肖榴莲运程的预测 大家不妨在影片资讯栏找到个连结 按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下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今集邀请师傅说一说八字的命理知识 Hello 各位 又欢迎回到陈俊新风水命理时间 今天的录景时间就是2022年8月10日 我们就算上次拍摄了日元 日元不同的天罡 我们分析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情 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很简单 异明 所以我们今天再接再来 我们拍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的算命范畴里面一定会看这个位置 我们今天就会讲日枝 亦都是我们经常讲的夫妻公 那为什么这个日枝会这么紧要呢 因为日枝其实等同我们 就是我们上次拍日元 就是那个天罡 就代表了我们的表面行为 那我们就讲到那个日枝 就是那个人的内心世界 其实也是夫妻公 所以为什么这么紧要呢 正常 就是没有大过之后 成人之后出来做事之后 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正常情况呢 你愚下的一生应该是跟伴侣的亲密 即是亲密一起 其实会比较多的那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夫妻公这么紧要 就是这个事情 因为相处的时间长啊 所以呢 我们就今天会看一看这个日枝 和夫妻公 我们分别去看一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和他的一些感情模式 或者和他的伴侣如何相处 那希望我们这个内容 是大家是觉得有帮助的 对大家来说 也有个啟发 令到大家 多一点 叫做 了解自己啊 或者和自己多一点相处 会更加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 那首先呢 都讲一讲 怎样去找我们的日柱 其实很简单而已 大家只需要去网上 或者Apps 找一个八字牌管的程式 就可以了 输入你的年月日 这样就可以找到你的日柱 那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来算吧 当现在出世 现在是2022年8月10日 那就是六点半左右 那我们排出来的这个命盘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 那排出来的命盘呢 就会是 任人年 冒生月 月未日 那现在的时辰呢 就是有事来的 就那个日枝呢 就很明显就是偏财 大家可以看到 是偏财的 但另外也要留意 因为我们转日柱 一般来说 就是过了11点多 就会转的了 假设你在香港出世 你是过了11点多之后出世 有机会会变成 第二天的一个日柱 如果你是今晚 今晚当你是晚上11点8出世 那便会变成 8月11日的子时出世了 那就是呢 已经是变成一个秉日 即是秉身日柱 就会是这样 那大家这一点要注意了 那另外再呼吁一下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们焦点视频的一些观众 欢迎尽快去订阅 同时 也欢迎去我那个专业那里 陈进生风水命令的专业 去做一个追踪或者赞好 那在这里多谢各位了 那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可以开始去和大家做分析了 我们现在又回来讲日之的时间了 现在这集我们会讲 静印和偏印 坐了入夫妻宫的 那我们首先讲到静印 静印来讲六十甲子有四日 分别是甲子日 月害日 冒五日 和几字日 那这个组合是怎样形成的呢 就是 那个 夫妻宫的位置 是生回你的日元的 五行是双生的 但是这个阴阳 就要不同的 举个例子 好像甲子一那样 它是阳的日元 但是你生它那个 是要阴的五行 例如下面是紫水 紫水就是贵水来的 贵水是阴的 阴就生个阳 生它的就为之静印了 阴阳不同 正印我们会幻想到什么呢 幻想到妈妈 妈妈 一种胡淫的感觉 一种慈悲的感觉 测忍之心 这个就是说性情方面 会这样 另外 印星可以代表学识 代表学问 就是这些 印星的人 就喜欢追求知识 和追求学问 那我们将尝试把 印星 静印这颗星 套回到日子 会衍生到一个人 是怎样的性格 刚刚我们说了一件事 先看 妈妈 正印幻想到妈妈 幻想到户人 那夫妻公 坐着正印的人 会怎样呢 那个保护意识 是会强一点的 妈妈一定是保护自己的子女 这颗星进了你的夫妻公 你就没有那么喜欢冒险 不容易走出舒适区的 这些人 这些人可以一份工 做很多年 打很多年 或者在某一个范畴 搞很久 不容易走出去 他们应该去厂的地方 舒适区可以在那里 搞很久 不容易走出去 这个就是因为他习惯了这种护任的感觉 习惯了这种舒服的情况 会是这样的 印星代表读书 我们自己幻想一下 小蚊子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最无忧无虑 最无事烦的一个时段 所以会比较贪图安逸 放在日子的话 这个人的心性会贪图安逸 我们去说 他如果可以发挥到很方便 假设他夫妻公的日子 是他的喜用的话 很方便会怎样呢 他一生来说 容易有贵人去扶持他 或者他自己很容易做一些事情 令到那些贵人 黏在他那里 给他机会 包括 他很容易找到一个 对他有帮助的伴侣 例如 可能有些人靠老婆发达 有些人靠老公发达 就是这一类 就是会帮他 肯给他机会 一生来说 比较少动荡 因为保持有贵人 保持有贵人 保持有贵人 假设他这一类印星 是他的技术 就反映一些 没那么好的东西 就是缺点 例如什么呢 印星太重的人 刚刚说了印星 是读书 代表追求知识 印星太重就是什么 就是读死书 就是 读得来 不会变通 不会灵活应用 这些人来说 就比较呆板的 又过分老实的 一个老婆 没有那么懂得变通 简单来说 真的读死书 会这样 再加上 印星太重 那种需要护任的感觉 又会很重 就是 依赖性很重 对身边的人很有依赖 对其他人很有依赖 不能够自主的这些人 没有了一种很独立的精神 这些人就会差一点 男也好 女也好 很烦的这些人 什么都要问一问人 什么都要问一问人 自己说不了事 决不了定 麻烦一点 感情方面 无论你是起神也好 寄神也好 感情方面 你都是倾向 找一个人可以给你安全感 比较典型的就是 喜欢找一个 姐姐 或者哥哥的感觉 的人跟你拍拖 或者跟你结婚 男的可能喜欢找大理一两岁 或者跟你接近 或者再大一点也不奇怪 女的更加不用说了 都是找一些 倾向 比你成熟很多的人 可以给予予你的感觉 去拍拖 最直接的就是找一个 大理十几十年的人 拍拖或者结婚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静印 日之 出来的异象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以下 就要讲一讲 骗印 同样都是印 但加多了个 偏字 就截然不同了 出来的情况 骗印的话 有几日 丙人日 丁茅日 岁茜日 心寻日 身丑日 深味日 任申日 和孟友日 偏印 同样都是山里 但山里的 阴阳是同阴 同阳的 我举例 例如丙人日 丙火是阳日主 仁穆也是阳的木 阳的木 发阳的火 那就是同一个阴阳 去發发发发交一chio 权为 long 智建族五 mie 即是木薪火 那偏印 偏印 剛才說了印星就是學問 可以交到一個偏字 這樣就不同了 即是代表他喜歡追求的那些所謂的學問或者知識 傾向冷滿的 傾向偏滿的 或者不是傳統的東西 我們最近香港TVB買一個節目叫做《通靈之王》 裡面有15個參賽者 那這些人我相信大部份的人 他八字裡面是會有偏印星的 因為這些人是會對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比較敏感的 或者是比較有天分有天賦的 我相信是有偏印的這一班的參賽者 會這樣 那將這個偏印 放在日資那裡 放在夫妻公那裡 會顯映一個怎樣的人生現象呢? 因為這些人喜歡探討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能是跟宗教有關 氣功 或者是甚麼心理學 或者是甚麼靈氣 冥想 跟這些東西有關的 這樣呢 或多或少 它滲透出來的氣質 好像有一種叫做忍視的氣質 香港做一個忍視 相當難的 其實做一個忍視 所以 出來的感覺 就會被人覺得 不是很懂得和周邊的人去相處 因為他懂的東西 其他人不懂 因為他懂的東西比較冷悶 變成了 你溝通起來 其實會比較 共同話題不多 會有這個情況 這樣 我們現在把這個偏印放在夫妻公那裡看看 假設他是喜用的 優點就不得了 偏印 代表一些冷滿的東西 當你掌滿了冷滿的知識 而用來用的話 就是請一種東西 那個人很鋼煉 很鋼煉 很鋼煉 很多人不認識 但是這個人認識 那個東西 這樣 另外 這些人的敏感度很高 對所有的人事物敏感度都很高 我舉一個 例子 我講的敏感度是他的誤性 尤其是對一些靈修的東西 的誤性會比較高 舉個例子 一個偏印日資的人 和你一起上課 可能大家一起去聽佛經 他容易聽幾句就明白 而你可能聽幾年來都不明白 我講的那種誤性 那種領悟力就是這樣 同樣地 他容易去感受到一些 不是我們這個次元 不是我們這個世界存在的靈體 或者是朋友 他容易會感覺到 入到房子裡 嘩 這麼不舒服的 他會感覺到的 這些人 我們的話 或者普通的人 就不一定感覺到 我也是感覺到的 我也是這種物質 就是這種條件 有這樣的條件 另外我們講講缺點 缺點 如果他將偏印這件事變成缺點 那就麻煩得多了 首先他的氣質方面 會呈現出來的就是 被人覺得的感覺很陰沉 又不怎麼出聲 又不太懂得表達 人家就會覺得你 好像很有機心 你在想什麼 你會不會害我 或者你不要相處 這個人 就會呈現到這樣 這個缺點 那又說回感情了 多數坐偏印日柱的人 相對來說 因為本身 你起神也好 忌神也好 偏印坐在那裡 和人溝通方面 始終都是差一點 包括 和自己的伴侶 溝通都是差一點的 所以 在感情方面 是會有些少波折 你未必能夠 拍一兩次拖就搞定 也不一定能夠 結一次分就搞定 不一定的 會差一點的坐偏印的話 始終都是 相處方面 或者是 自己想的方便 可能不容易去收藏自己 或者是 人家覺得你有些少東西隱瞞 或者是你覺得你很神秘 所以你導致真正的溝通 不到位 會這樣 另外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如果是女命的話 女命偏印的話 你很容易會嫁給一個人 而那個人的 即是你奶奶 是相對強勢的 所以 女命偏印的話 最好你還是做一個職業婦女 不要做一個 做一個家庭主婦 那個奶奶很強勢 而你長期做一個主婦 那磨擦會很多 最好就是自己出來做一個 打工的人 或者自己的事業 會比較好的 如果不是 奶奶強勢 你有強勢就很麻煩 應該是說 奶奶強勢 而你 未必算是很會跟她溝通 那你就 麻煩一點點 就會這樣 師傅 都說了 每一集找一個代表人物 今集我找了一個 就是 劉明偉先生 大家都知道了 大樓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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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 被人認為是高富稅 算是 40歲已經是上市公司的 就是 渣身人 都已經是 因為 爸爸是給了一個很大的權力給他 甚至乎大家都期望他日後 可能在政商會不會是發光發亮 那他就是偏印了 我理解 他就是偏印 他就是身味 他的日資是 身味是偏印 沒錯 是吧 那我擺不擺到進去呢 以我看 過往新聞的感覺 都有那個感覺 因為偏印的人 有時氣質出來 有一點點陰沉 他算是 因為感覺上 他不算說很多話的人 但你會覺得 他裡面的城府 其實都是 有的 都是深的 嗯 那 氣質是相似的 還有他好像 是不是離婚了 早派還是怎樣 是啊 是啊 這次是第二次結婚的 是的 那個婚姻方面 怎麼都會差一點點 不過有錢人的 婚姻 多數是 來來俠俠 會比普通人 會多一點點 這樣 嗯 都相似的 都相似的 是啊 是啊 還有他對上的太太是什麼 年紀應該跟他差不多 是啊 是啊 通常如果你是偏印的話 那 就 男的會找一些 跟自己差不多 或者是大一點的一起 如果是女的 就很容易 希望找一個 自己打決的 可能七年或者 以上的人一起 都會這樣 哦 OK 所以真的好有趣 都是說那句 原來 基本上 就是你有一些 不同的日資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人 代入 倒入去 而正正 都是忌忌的 所以大家 如果在命理上 有任何不明白 或者都很想知道 究竟未來的 另一半會是怎樣的 不妨可以請教 陳俊申師傅 好 多謝各位 謝謝